今天咱们来认识一种特别的小草 大家看,它的茎杆是淡紫色的 朋友们,这个就是金毛鹅草了 这种植物现在很难再见到了 它有着非常高的价值,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这个金毛鹅草,了解它的人是非常少的 它是嵌草棵鹅草属多年生披散的草本植物 有些地方叫它大地蜈蚣、木瓜草、剥露蜈蚣等等 它的叶子对生于茎杆,叶变成植圆形,属于薄的纸质叶 叶子两面均备有很短的油毛 它开的是紫色生于叶叶处的小花 通常一到三朵组成巨散花絮 而它的茎杆也很特别,成淡紫色至绿色 备有很多白色油毛 它全株都是匍匐生长,在茎杰处也会生根 这个金毛鹅草,它长长于山坡、临下或者谷地比较阴凉湿润的地方 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铁打植物 我们全年都可以采收它的全草,晒干保存 不知道朋友们对它是否有了解呢? 欢迎评论区一起交流学习哦 关注小满带你了解更多有趣的植物